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川普的律师经过自己评请的第三方搜查小组 搜查了Palm Beach的一个住藏室 还有川普大楼 找到两份机密文件 以后交给了FBI 检察官并没有领情 今天他向法院提出动议 要求联邦法官对川普职团 没有如实执行这个船票而进行惩罚 当然在Morago这个案件之后 越来越多的民众的关心 究竟川普是否会被起诉 而目前看起来特别检察长 已经是充分的利用他们的优势 Jack Smith已经向这位叫做Belzo Howard这个法官 来审理这个案件 我们知道Morago的签发的稍查令 是这个Bloose Linehart这个法官 是欧巴马法官 总统所任命的 当然他只是一个Magistar 是一个是法院委派的法官 并不是由总统提名 这个参议院认可的 而现在这个Brian Howell这个法官 会来负责处理川普的机密案件 这个案子现在是在Washington D.C.进行 而这位法官Harvey他是检察官出身 不过他是属于川普所不喜欢的法官 为什么呢 在通俄门案件这个部分 以后对川普的调查发出的传票 也是他发出来的 这位法官的话是欧巴马总统所任命的 是属于自由派的法官 很不幸这个案件 现在是落在Washington D.C.的 这位首职法官手上 那将来这个证据的收职也会一样 会不会都是由这名法官来审理 川普到现在还没有表示说 会不会对第十一村会法院 这个案子这个会上诉 因为上个礼拜第十一村会法院 三名保守派的法官已经将他的民事官司 就是川普提出告示法部在佛罗尔达州 这个这场官司是一名名叫做Eileen Cannon 法官所审理 上诉法院的法官说 这个是刑事案件 民事官司不能够影响也不能够左右刑事调查 所以你现在民事法官 指派了特别的监察退休法官来过滤这些文件 这是不符合刑事审理程序 所以他要求撤销川普的民事诉讼 川普到现在还是没有表示要上诉到要要要重新到十一村会法院 要求重新考虑啊 让九名大法官一起审理 或者是要上诉的最高法院 让另外的大法官最更高层次来决定 他这个官司是不是可以继续进行 但是在目前来说 整个案子是回到了这个Washington DC 来进行 当然这个法官Bell Howard 他在这个之前已经是叫川普的律师团队 你五月份的时候签署了一个证明说 我所有的东西 所有机密的文件已经分15箱交回给检察官了 在但是没想到的话 在8月8号 我们在Morago 川普的海湖庄园又找到了上百份机密文件 那你现在 所以他在两个星期以前 要求川普的律师重新再找一下子 还有没有其他的机密文件散落在其他地方 所以川普的律师团队也委派了第三方 再来找找到了两份机密文件 以后交回给FBI了 拿到这个文件之后 FBI就是说你看看 当初五月份给他传票的时候 这些律师做了伪证 以后说所有东西都交给了 这些律师也签字了 他要承担法律责任 没想到8月8号的时候 我们找到了上百份文件 到现在我们又找到两份机密文件 所以要求法官对川普的律师进行惩罚 川普虽然有钱 但是代表他的律师 各个都被这个起诉调查 所以这个也是检察官一个策略 朱利安尼 他是个律师代表这个川普 想办法在选举的结果方面 这个跟Sindy Powell 这两个已经成为调查对象 当然在很多这个川普 在佛罗里达要找律师 也是好不容易花了三百万 找的这个Kais这个律师来代表 而Kais在这个案件里边 他也是参与了这个 但是他也不敢插手 所以主打的律师 还是川普在Washington DC 还有Virginia 请了这个以前的检察官 这两名律师 在过去两年 替川普做了很多工作 当然 我们法律界经常会说 If you don't like the message cue the messenger 也就是说你不喜欢这些信息 你要将送信的人干掉 这个就是检察官的策略 因为这两个律师 有可能是太了解了 对这个案子太熟悉了 所以他现在的话 要求法官 针对这两名律师 就是川普的律师 就是说你违规了 你当初签字 说所有文件交给我们 但是其实没有 所以的话这个律师在撒谎 所以要惩罚律师 最重要就是要将 川普的新变的大将全部打掉 当然川普会不会卖账 还会不会坚持用这个律师 而这些律师 会不会死心塌地的 继续跟川普来打官司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另外一个新闻 也引起各家争议的 就是Britney Guyner 这名美国女男球手 Olympic的得主 他在这个俄国被俄国政府逮捕 因为他在行李包里边找到了大麻 他说是我忘记这个放出来 因为他是在美国合法得到的 但是在俄国你是这个是属于毒品 他被判了九年罪 今天川普这个拜登很高兴的宣布 我们终于将这个美国英雄换回来了 但是大家觉得这个代价非常不合理 因为Britney Guyner 她判了九年 而美国要换的这个叫做Victor Bauer 这个是在美国因为贩卖军火被判了25年 这个军火箱 所以的话是在美国 是非常非常有名 因为他透过他的这个集团网络 向非洲国家输进了出口了 大批的AK47组织的民兵队 这个美国政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 所以终于将他终止以法带来美国 判了25年 而这个他换了一个9年的 所以的话 当时Biden政府谈判 他说我们一个人换两个人 以后这个人 这名叫做Paul Villan 因为被判间谍罪 被判了16年 16年再加上他的9年 说25年以后 另外一个人25年 所以这是公平合理的 但是俄国政府坚持不一样 所以现在妥协了 美国政府只换了一个人回来 现在很多民众觉得 为什么这个Paul Villan不优先呢 因为Paul Villan被判了16年 在4年以前已经判了 并且他现在心体不行 住到医院里边去 应该是尽快营救他的 Paul Villan之所以被判罪 就是因为他参加了墨西哥一个分离 分离的过程之中 在酒店里边 他跟俄国一个情报人员见面 以后拿了一个U盘 U盘里边他说是有机密文件 所以他被指控间谍罪 当然他说他坚持说自己是无罪的 是被冤枉的 原来情报者 俄国的情报人员故意涉取 所以他间谍罪被判了 那当然美国情报人员 永远都会否认Paul Villan是情报人员 但是从他的背景看起来 他一直替美国情报 才军方做事也是情报人员 也是情报人员 当然他外界他坚持是自己是 不是情报人员 但是他毕竟是替美国政府 做过很多工作 而这次设局 这个去 当然的话这个情报 这个是俄国政府设局的 他被判了间谍罪 应该是优先换回他 没想到换的是这个Britney Gleiner 这个就是 让很多民众不解 为什么Britney Gleiner 他在 Britney Gleiner 政府要优先处理他 就是第一他是黑人 黑人社区发了给他很大的压力 另外一个他是个同性链 同性链社区也说要求 尽快将他换回来 就像 我们很多民众等的 这个换器官一样换肾一样 你插对了 但是有没有这必要插对 以后美国政府怎么谈判的 所以很多人的话就是为什么 不将一个替国家效劳的 可能是这个情报人员换回来呢 而换了一个求薪 这求薪他自己是毒品的案子 而判劳的 他是自己的行为 而这位是民族的英雄 是替我们国家做牺牲的 那我们应该是优先去 他也是排队 他已经排了四年了 已经在等候 已经时间久了 以后的话 我们换的话就是换了一个毒贩回来 是九年的 而换了一个 这个放了一个是 这个军在俄国政府的 这个贩卖军火的 对美国做构成威胁的 这样子的一个犯罪头子 换了一个换一个人 何不划算呢 所以很多民众在批评 拜登这样子做了一个亏本的生意 当然就连这个这个的休斯他也是说 为什么这个拜登这个没办法换回两个人 就是因为他们无能 当然川普也不甘寂寞 他很快就发了这个文章 他说这个换球犯这个事情 一个是basketball player 以后的话 这个运动员是公开的仇恨我们国家的 以后换了一个的话是这个 这个死亡箱人 专门是制造武器的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arm dealer 是贩卖军火箱 以后他 因为他成千三万人的死亡的 以后的话 还有的话 我们前任的这个海 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呃 士兵Paul Willen 他为什么的话没有被换回来呢 他 所以他应该是优先被放回来的 他说 这个换球计划 让我们美国的话 被外界看起来是很笨的 也是很 就是对对我们爱国人士 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当然 事实已经是到了这步了 所以他现在这个拜登政府说 我们并没有放弃Paul Willen 我们还在努力之中 所以Paul Willen的家属也只能是苦苦等候 很可惜 他不是黑人 也不是同性恋 说不定他也可以优先的获取 啊 或是换回来了 啊 国会通过了国防预算案 这个预算案总价值是八千五百五十八亿啊 这个是所以这个年底之前要通过 否则的话我们国家安全会受到威胁 不过这个方案里边共和党也可以说是初步的胜利 共和党掌控了众议院之后 他有多数票 现在虽然还没有到一月三号 但是川普已经意识到要妥协 所以这个案件里边这个众议院通过了这个国防预算案 以后其中共和党坚持那军队要取消的啊这个疫苗强制令 因为目前在过去两年多军队实行了一个严格的要求 那就是你要叫军队服役你必须要打疫苗 否则你会被开除 国会共和党人士认为疫苗并不是这个应该有例外 因为他个人的情况可以不打疫苗 因为他的宗教理由他可以不应该打疫苗 所以他应该有这个选择 一刀切的强迫所有的军人打疫苗 这个是不符合啊这个法规的 所以坚持这个如果要通过这个预算案 你必须要满足这个条件 所以在这个预算案里边除了通过的这个八千多亿的之外的话 基本上这个同时这个议会里面的话 这个要求这个这个案子送了参议院 参议院的话要求减少四百五十亿的开支 这个部分可能在参议院里面的话会减少一些 不过来说在这个议案里面也会导致台中这个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 因为现在这个预算案里面包括二十亿资金每一年二十亿 在五年之内的话 这个对台湾的军援军援军事援助 这个对台湾的培训还有军队的武器的部分的话 再加上十万这个这个让总统的可以作为这个 有一些这个另外的这个钱经费来经营台海关系支持台湾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这个也增强的这个台湾的军事能力 所以这个方案的话五年一百亿你说的话国会众议院已经通过了 参议院相信也会通过 当然这个案子拜登政府还有现在的军方坚持的话 要有这个疫苗强制令 拜登总统会不会签制 新该会签制 因为这个如果不签制 那因为预算案的通过 参众两岸要通过 总统要签制才能够成为这个才能够获得通过 在目前众议院已经是得到共和党得到了妥协 就是取消强制性的疫苗禁令 当然在众议院里面通过之后 参议院也会进行调整 以后最后的话 中参众两院投票通过之后 那拜登要签制 那预算案就可以成为法规了 中国宣布了十项这个解封的命令 当然很多人解读 就是因为这个白子运动之后 不过华尔街日报 他说 中国取消这个 这个取消封禁的命令 就是一封信 来自Foxcom 红海职团的这个郭台铭 这封信里面他是说 是在郭台铭郑州他的工厂 以后工人发生的这些这个罢工的行为 出走行为 所以他在一个月以前 就写信给中国政府 他说 如果你不再解封 那将来会影响全球的供应链 那将来这些政策的话 对全球这个电子产品的生产 中国就可能会失去大部分的订单 所以他他说中国的零容忍这个政策的话 应该要调整以后 所以这封信他讲他威胁 他说如果是再继续下去 那红海也没办法继续经营 而影响到红海在中国方面的投资 当然因为郭台铭在中国的投资非常大 以后有十几万的员工 所以这封信 这个华尔街日报说 这个对中国政府要调整这个封禁令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可以看得出将来是否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如熟实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以后历史会有定有定断的 在Boston地方检察官起诉了这个案件 这个案子是发生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 这名名叫做Jim Berger的这个人士 他在他是在Boston是非常有名 在1950年开始他就是帮派的老大 他这个帮派他是抢了有钱的人 以后到感恩节以后每个家庭都发火机 所以他变成为现代罗宾汉 后来抓了之后他关了几年 成为出来之后他回到Boston 又成为另外一个这个帮派的老大 早上FBI早上门他说你要替我们做宪明提供线 对你的对手这个帮派的话提供线 所以因为他帮FBI立功 所以他自己帮派了很多这种违法事情 抢劫事情甚至谋杀案件 FBI的话都是睁一眼闭一眼 没想到在90年的时候 他突然间不愿意跟FBI合作 FBI的话这个人突然间消失掉了 也后成为宾拉丁之后的第二项 这个十大通缉犯 后来躲了几年之后 在90年的时候他被抓到 然后后来被指控19项凶杀案 因为他这个帮派他所领导的帮派的 杀死人他们都有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作案方法 也就是将死者的牙齿一定要拔掉 所以这是他们这个Winter Hill帮派里面的特征 他那时候从907年开始到90年就牵扯到无数多的这些松杀案 后来他被定罪了 被定罪他在这个福尔里达州要引渡回到巴士顿去服刑 哎没想到的话这个啊他说我这个不能够转回巴士顿去 我转回去以后必是无疑 那他转回巴士顿的监狱 没想到几个小啊这个啊一就关了监狱里边60分钟一个小时之后他就被杀死了 而警察一查监控里边已经发现这个啊这位人士当时被杀的时候82岁这个啊这个老大 然后当时这个杀手然后他在牢里边他因为其他的案子已经被判无期徒刑 而无期徒刑里边的话啊当然他也不在乎再判另外一个无期徒刑 而在这过程之中现在的话检察官起诉了另外一名把风的人士 他说这个把风人士他跟他妈妈打电话的时候他说老大要回来了 所以因为他帮FBI做宪明出卖了很多人 现在很多帮派都恨不得他啊尽快回来可以处理掉他 当然在警察的监狱监控发现了哈这个Cannon这个人是把风的 那其他的啊凶手已经被判无期徒刑了 多一个无期徒刑也无所谓 而但是这个把风的Cannon他两年以前被放了出来 现在警察将他逮捕 因为警察在过滤录音的时候发现他跟他妈妈打电话的时候 已经知道并且要杀死这个帮派老大 所以他是把风的 他后来的电话跟他妈妈也很自豪的来说我赢了 原来帮派里边的话都有赌博 他说这个老大来的时候 会不会在一天之内死掉 大家都在赌 后来的话他说他有参与 因为这个凶手杀害的啊这个这个老大的 这个人跟他关在一起他们你应该知道要杀害的这个计划 而他没有阻止 以后并且把风的角色 所以他现在也是被关进去再度起诉 另外一个案子引起华人关心的话有更多的消息出来了 也就是这个名叫陈武的啊这个啊大陆人士 他被指控伤枪杀了四名啊这个啊这个华人啊 但是现在他已经成功引得从啊啊这个佛罗里达引渡回欧哥 在这个听证会里面啊陈武啊跟法官说我不能够被引渡回欧哥 我回到那边去啊那边的啊这个华人帮派一定会要我死 根据检察官的指控书里面陈武当时进到大麻棚里面去 他说一年以前他跟这边的老板是合作一分钱没拿回来 所以的话他将老板还有里面的工作人员一起关在一起 并且他说我给你半个小时之内必须要将我的三十万拿出来 以后拿不到我就开枪了 半个小时没有拿到钱他就一个一个处死 以后一共处死了四个 以后另外一个想逃被他打中了 第六位人士逃出了他在后面开枪没打中 所以造成了四死一伤 当然这个案件这个根据检察官的指控书里面 他说他当时陈武他杀了人之后他开车回佛罗尔达去 到了佛罗尔达之后他自己订机票想回中国但是订不到 他赶紧订了飞往古巴的古巴的飞机票 所以有计划要准备逃离美国 所以他要求法官不能够让他保释出来 当然在佛罗尔达的时候他说我到佛罗尔达 我一个转到欧格宏马 那华人帮派一定会找上我将我干掉 所以但是欧格宏马法院他也是觉得 因为佛罗尔达在过去一年多发生了无数多的大麻案件 这些大麻案件的话有一半都是冒牌拿到的 以后找人头来拿到这个大麻种植执照 以后根据这个现在从州长也是马上宣布停发大麻执照 也是因为这个命案所以现在要重新过滤所有的大麻执照 其中针对的话是大麻种植执照跟出售的大麻店执照 因为根据欧格宏马的法规 你大麻厂供应的生产出来的大麻 只能是卖给欧格宏马合法的这个大麻店 而你现在发现有近万个种植执照 但是的话只有2000个出售零售执照 在一个城市里边基本上有这个五万人不到的人口 就有150家大麻店 所以基本上是不符合常理 所以现在欧格宏马也是因为城武命案 也开始重新洗牌重新调查 重新过滤大麻的种植执照跟大麻店的执照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宏说法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